還有兩位很可愛的小朋友 都是高水準的演出 還有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和尚團 還有台灣玉山管學樂團 這都非常品質非常高 說到各界的支持 包括我們的市長也都 這有團 那這背後是 明年 每個月 第一個禮拜 是第二個 第一個禮拜 大概都是在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的禮拜六 在台灣市立文化中心 我們就已經推出12場 私生造物的 講座 這個講座是非常棒的 我們在台南市民 知道說萬一真的家裡有失症病人之後 你怎麼來照顧他 遇到困難的行為之後 怎麼來面對他 我們有什麼社會資源 還有當然包括剛剛洪醫師的一些知識 我們在每一場演講裡面都會講 所以這樣的一個東西 在我們的網站都有公告 你點進去就可以報名了 我們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非常難得 我想這也是我們 上次去拜訪市長的時候 市長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們也都接受 而且非常高興 我們這樣的事情能夠實現 市長也是說 要請我們去電視台 或者把這個演講的內容錄影下來 然後在我們的市政府有一個公共頻道 公共頻道也播出了 所以我們很認真的 台南市民是很幸福的 我們的局局你看看 這麼認真 來打拼 所以我們的 大家的生活 這些 餘命提升了 品質也都變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